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了 我没怎么 我留那么多时间出来 不是为了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对不起啊 你很讨厌方之静吗 明白 你做的这个豆腐渣能拿特别假 就是对大赛公平性的侮辱 李轩 怎么了 你怎么玩消失啊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干回这儿去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你的这个所谓的加密接口 根本不堪一击 也不配拿这个奖 出院 还真是你啊 怎么 不认识我了 我啊 方志静 好久不见 方志静 李轩 咱们一起参加比赛吧 为什么改变主意了 我就是想参加了 告诉我原因 告诉我原因 你 刚刚在谁啊 我叫司机 司机啊 公主希望人扛包吗 不用 这没多重而且李 那你别磨蹭 收拾完来基地 把文档和大马扣给我吧 有空了啊 他不是我家司机 他是我妈同学的儿子 然后呢 我和他从小就认识了 他就是那个会画画的暖男是吧 他就是那个会画画的暖男是吧 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是他吗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会不会是看错了 喂 喂 新年快乐 那你在哪儿 那你在哪儿 下雪了 李雪 刚刚那是你吗 你怎么关了 走 去哪儿 我发小致几天在这里办画展 请我去看 顺便去找找灵感 不去 那出去走走 万一能想到什么呢 我发小很厉害的 我上次帮柳思思翻译的论文 就是写了他的话 没空 那明天去 这两步路你爬过来的 你打扮了 你就穿成这样去看你发小画展了 去看我发小的画展 你穿什么骚包干吗 看来你这发小也不怎么样 好 公主那么怕冷吗 要不要给你准备辆马车 早知道又不给你选排球课了 我知道 你是想让我活动活动 你那个背和绣住了一样 打都打不开 天天在基地敲代码 我就是想找个机会让你多动动 你得先 我领了 可以啊你 我还在想你状元要是挂客了 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你怎么了 李萱 李萱 书运 要不我们两个一走吧 咱们这实力差得太多了吧 没关系啊 我可以教你啊 而且 我可以保护你啊 我可以 行 把组名都报一下 李萱 李萱 江星驰 谁要跟你一组呀 不想比比吗 其实你不用跟江星驰别 人家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还是咱们笑排球队的主力 谁打得过他 看来你很崇拜他呀 不是 但人家天后点就打在这里了 点在哪儿 人在哪儿 放开这全是人 服不服 放开 服不服 五体投地 你也 下次再跟乱练练试试 我哪里乱练了 他让韩家康 把朱映写的每一版都拷贝了 韩家康还写了证明 签字画押 先走了 先走了 向朱映导机 以后有事先跟我说 别自己折扰 你也是啊 以后有事先跟我说 别自己折扰 知道了 公主殿下 你干嘛要叫我公主 那要叫你什么